哈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KIKO 就是我前陣子從事去香港 然後我請他幫我買的東西 KIKO是個義大利的名牌 他們在香港有裝櫃 然後他的開架上是開架 然後他的價位比開架再高一點點 可是他的包裝非常的精美 然後東西的質感也比開架來的好一點 我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鼻音會很腫 買了兩支口紅 然後這個我已經拆開是四個水波眼影 然後還有一個蜜粉餅 然後這個蜜粉餅我已經開始用了 非常的好用 那我今天會在手上刷色跟臉上 直接上妝給你們看 我現在是上完底妝 然後我有擦一點睫毛膏 等一下就直接來擦他的水波眼影 然後還有上他的唇膏給你們看 那因為我今天本來已經在做底妝實測了 所以我就不用他的蜜粉餅 但我會跟你們分享他蜜粉餅好用的地方 就是好用的特點 還有為什麼好用 那我們先來看眼影 眼影我買了四個顏色 最熱門的顏色我沒有買到 就是218吧 然後我買到的是219 四個顏色 啊 他有一個是掉了 然後 最淺的顏色是一個香檳精 然後色號是200 你看他的水波超美的 水波 水波 這個我有摸摸看 但 我好像有畫在眼上 哇 但是 也沒有特別去記錄 然後他延展性還算不錯 然後下面都還有 然後 他是帶一點點粉調的香檳精 然後 覺得還蠻美的 他的珠光很漂亮的戲劇 再來 這是一個有點像九紅色 203 你看有水波超美的 這個顏色是紫色 204號 他有一點點灰紫色 然後我覺得他很適合畫 腰鬼妝 或是拿來當眼影的眼線這樣 你看他在我手上是比較像咖啡色 但是在眼影的時候 在眼影盒上面是比較接近紫色 顯色度跟眼睜性都非常的好 再來是這個 掉下來的 橘粉色 我本來是218跟219要買 一個是偏粉 一個是偏 橘 然後這個應該是偏 粉 他這一個水波眼影是 乾濕涼用 所以 你可以濕擦 他的顯色度會更好 那乾擦 哇這顏色超美的 乾擦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乾擦眼的顯色度 就已經非常的好了 這個有點像那個 MAC的 人魚眼影粉 然後人魚色還是什麼的眼影粉 好美耶 好我現在就用這四個顏色 畫一個妝給你們看 這個一併給你們一起看 這是唇膏 唇膏我都還沒用過 這個應該是亮面的 看他的包裝 是 這個 然後他這邊是有一個LOGO 他 暗的時候他會從下面彈開 有一點像藕色 乾燥玫瑰色 那另外一個是 喔這個包裝也很美 他是有一點霧金屬光的包裝 霧紅色 有點像 接近桃紅色的霧 玫瑰紅色 這兩個顏色 唇膏 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跟MAC的唇膏是一樣的味道 這兩個應該都算是 這個也 這顏色還蠻好看的 他是有點橘的 裸色 這是Creamy Lipstick 這個是 Man Lipstick 這個比較無一點點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跟一般唇膏差不多 但他滋潤度感覺比較好 那我現在就直接在臉上上妝給你們看 香檳精打底 是乾擦 哇他擦眼睛上很美耶 他在眼睛上面看起來是偏冷色調的 他在眼睛上面看起來是偏冷色調的 看到這個光澤 超美的 好 我再用橘色 橘粉 這個橘粉色 喔喔喔喔喔 他一直掉下來好可怕喔 後19號 來打一下後面的臉 他變成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也蠻美的 我要把它拿來畫下眼影 這顏色蠻好看的 再加個眼線就很好看 但我今天要四個顏色 所以 來畫一個呢 一點點兒的 再拿一個比較小的刷子 我要刷的顏色 九紅色 直接蓋在這裡 這個顏色上 上眼睛很漂亮 然後我用深紫色 最深的 這個是204號 做一個漸層 紙上在下面這邊 他這個 上起來很像咖啡色 但是他要帶有紫色的 金屬感的咖啡 然後你想要看 他有一點點 掉粉 那 然後液粉刷把它刷開好 不算是那種 歐美 一下就 像那種美國 一下就超級深的顯色度 但是他就是 他的 延展性非常好 所以你沾一下 你在一刷的時候 他的顏色就會慢慢 越來越出現 有一種 桃粉 桃紫色的 眼妝的感覺 好 我們來試試看試擦吧 然後把刷子沾濕 刷子幾乎全濕了 你看超濕的 那我們來試擦 在手旁邊好了 嗯 就是 會變成很像膏耶 看到嗎 超多 抓了很多粉上來 然後 他這邊 他試擦的 可能試粉量一次就釋放很多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的 延展性這麼強 然後 這個顏色其實就已經蠻明顯 濕差 是整個是 100的 飽和度 眼頭嗎 好眼頭好了 好亮喔 你看 這個真的是要去派提 你看這眼頭的亮度 你看這眼頭的亮度 他視差很囂張 這樣 這個顏色的濕差 我覺得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看起來比較金一點 擦變這樣 濕差看起來有點紫 然後 濕差就很像colourpop眼影霜的感覺 然後再試最深的顏色給你看 超美的這個 很深很深很深 好 我要用這顏色使擦在眼睫毛根本 很美耶 有看到嗎 可以跳 好 跟這邊暈染的感覺 都不太一樣 非常party的眼妝 我現在沒有上護唇膏 我就直接上 很滑順 然後 省色度也還不錯 遮蓋的能力大概 可以遮蓋唇色七成吧 他上面這邊有做尖尖的 所以還蠻會好描繪唇風 Creaming Lipstick 然後色號是 104 Math Lipstick Math Lipstick 那我就一樣沒有上護唇膏 我就直接擦 這個他的頭是做封方的 就沒有那個尖尖的角 你看 好不好畫 嗯 嗯 這顏色還蠻可愛的 嗯 他沒有到很霧 還是有一點點 亮亮 反光 反光 這顏色我比較喜歡 這個 這個的質地我也比較喜歡 就是 Math Lipstick 然後色號是 316 我覺得這個我應該會去買其他顏色 但矛盾的是 我比較喜歡 這一支的包裝 就是 Creaming Lipstick 的包裝 我喜歡這種彈牙式的 然後 我喜歡他的 這個尖頭 有點尖尖的設計 還蠻好看的 那 結尾就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 的心得 他的蜜粉餅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價格還蠻便宜的 我覺得 我覺得算是便宜的啦 然後他有附一個粉撲 但我找不到粉撲 因為我通常都是用 刷子 他的粉撲質感也很好 是很薄的粉撲 然後絨毛的 另外一面 就是 靠近 他是沒有做斷帶在上面 然後靠近 你手持的那一面 他是有一點像合成皮 然後是白色 上面有印一個 Kickle的這個 logo 然後 他的粉質 是比較 沒有算這麼的 軟的 他是比較硬一點的 你看我用了已經有點凹了 那我很喜歡他是因為他 非常的輕薄 就這麼小而已 然後通常我會帶一個 攜帶型的Kabuki刷 跟他一起做使用 他這個夏天就是 我幾乎都用他 來做補妝 就是蜜粉餅補妝 直接用刷子補 然後他的顏色 我用的顏色是 01號 色號是01號 而且我覺得他的容量其實算 應該算大吧 他省了12g 然後 粉質非常的細膩 但他不是軟的那一種 沒有像粉餅這麼軟 大概這樣 而且他粉霧化寶孔的功力非常的好 就是他會讓你的妝看起來很輕薄 但是又有一些修飾的效果 這個真的 我覺得所有東西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港幣是99塊 就差不多台幣400塊左右 他們時不時的就會做折扣 他們很常做折扣 就是以他們本來的價格 就已經算是蠻便宜的 還有他們的質感 像他們的這個包裝的質感都是 我覺得很接近專櫃 可是他的可能紙包裝 或是整體的形象包裝 沒有到專櫃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已經非常值回票價 那如果再加上他打折的話 就非常的便宜 當然給你們擦考看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